学EQ是一辈子的事情 他现在得到的是他以后都可以用到 我现在就看得到我从二年级到现在的差别 站在我的角度看其实是很感谢我 其实自己的家人有时候也会讲说 你看他长大一点就好了 然后现在比较懂事比较成熟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后面说出的心血有多少 现在来看来的话在每一次的挫败都是一种 就是走一条路然后遇到墙壁撞到了 然后就走另外一条路 你就会发现这样不对 那就是下一次换一种方法 其实他虽然在老师的眼中是非常乖 然后非常遵守指示的小孩 可是其实他到回到家 他常常就是爆炸 他常常会说他自己很笨 然后在家里就会自己打 一直打头 就我就很害羞 都不敢跟别人讲话 然后跟交流 沟通 刚开始是不觉得说他不知道怎么表达 或者不知道说他其实自己是没有自信的 所以那时候就只是觉得用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并没有找人去协助 然后只是觉得看他那样子 其实也蛮难顾跟担心 想说他其实明明就是很聪明的孩子 那为什么都会老是觉得自己就是做不好 然后好像什么事情妈妈爸爸都是骂我的 我从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很害羞 然后都没来跟别人互动沟通 我那时候也蛮惊讶 因为他那时候才升二年级 回家就告诉我说 他觉得课堂上他有学到 所以我就让他自己去上 经过DVA老师的磨练 就算中间过程我也觉得很辛苦 慢慢的从自己很内向都不讲话 然后就一堂一堂一堂的课慢慢变好 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就是 刚开始我讲说他很安静 然后可能在旁边都只能看别人怎么玩 没办法参与 可是到最后一两年的课程 整个教室都是可以他的生意 学会这样子去盯到整个班级或团队的话 感觉每一堂课都过得比较轻松 到了国中生活他非常的适应 对自己也蛮有自信的 虽然有些事情也不一定是都如他所愿 可是我觉得他自己现在目前 都可以把自己处理得很好 现在的我都会带领别人去做一些事情 别人一切都很喜欢我 不是只有他们需要改变 我们自己也需要改变 其实大人改变是最难的 可是我有发现 我真的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大人改变之后 小孩子自然而然就是也跟着改变 其实你现在看不到你自己的境遇 但是其实到有一天一定会看到你从刚来跟现在的差别 改变对于每一个爸爸妈妈来讲其实都很重要 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样去帮助孩子 可是每一个阶段或者每一个细节 然后这样一步一脚印这样走过来 那个点点滴滴真的是非常谢谢老师 很无私的去关注每个小孩 给出最适当的建议 让孩子变成喜欢他自己 而且不止我们自己家的小孩 我们在Defair这么多年 然后看了很多小孩子在这教室的一些状况 跟他们的改变 有时候听到他们的改变 其实我有时候上课都会很想哭 妈妈谢谢你带我来Defair 我觉得我进步很多 谢谢妈妈 谢谢观看 你